九年前的一场意外 致使我下肢解贪 生活只能半自立 今天老公工作比较忙 打电话告诉我 不能回来给我做饭了 让我自己订外卖 可疫情期间 外卖小哥不给送上楼 而我又无法到小区门口去 所以我决定自己煮饺子吃 由于直接用锅解水再放灶上 我拿不动 所以我就先用水壶解水 再倒进锅里 这样比较容易 趁烧水期间 再拔几瓣蒜 拔蒜可是难为我了 我的指甲很薄很薄 甚至都没有蒜皮厚 但也坚持拔了两三瓣 拔完蒜以后 再放入捣蒜器当中 把它捣碎 看我捏得还挺费劲啊 弄好蒜酱以后 水也烧开了 开始煮饺子 这饺子是嫂子在家包好 给我拿来的 每年一到冬天 只要外面上洞了 嫂子就会为了我 包很多饺子和豆包 就怕我老公工作忙 不能及时回来 给我做饭 把我饿着 长嫂如母 这话一点不假 每次回娘家 嫂子都会问 家里这个还有没有 那个还有没有 都会拿很多吃的回来 我给你帮你帮你帮我